年金改革 给我年金真改革 拒绝政府打假球 拒绝政府打假球 年金改革国事会议22号将举行 社会民主党18号举行记者会 呼吁年金真改革不要打假球 并表示应该将基础年金纳入国事会议共事 整合军工教劳农的职业年金 落实老年经济安全 这一次的改革不能够只换不换寡 因为军工教人口其实只占全国人口的5% 那事实上有200多万人老人 他其实每个月能够领到年金是低于1万的 是低于我们所谓的贫穷线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基础年金 就是一个所谓的大国民年金 能够让所有的老人在老年生活 不会掉入到贫穷 这样的基础年金一定要成为会议的共事 这次年金改革备选方案中 平均投保薪资 采集期间准备了15年20年25年 三种方案提供选择 生命党认为这将会大幅降低劳工的退休金 生命党认为这将会大幅降低劳工的退休金 对一辈子为台湾经济打拼的工人来说 将是雪上加霜 因此坚决反对拉长劳保给付的计算基础 年金改革的备选方案 打算大砍劳工的退休金 就是说我们劳工最后计算退休金的时候的平均月薪 应该维持目前最后五年来算 而不是延长成25年延长成终身 那我想那样子的话 对劳工不战不利 也会拉大 非常非常拉大台湾老人的贫穷率 年金改革国事会议将会讨论给付 领取资格 基金管理裁员制度架构等等 但年金改革推动半年多来 引起军公教抗议绝食行动 台湾退休金难题 如何获得解决之道 政府与人民还需要再沟通讨论 记者物理总统办 台湾是蔡罗党 为了哪边需要再沟通论 请不吝点赞